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礼包的其他内容将会在当周陆续揭晓 同时关注1273微信账号 可第一时间掌握国庆礼包更新内容 微信号每日还会为大家推送DNF国府与韩府的最新动态以及游戏攻略 好了 那我们废话少说 直接进入正题 本次的921西韩快讯依旧是按照活动的重要性来分别介绍 活动1 国庆节特殊副本 剑船地下城 该活动为国庆节版本的特殊地下城副本 可以看到为了迎合活动气氛 游戏下方的雪条UI变成了蓝色的科技风格 可以说是官方补丁最为知名 玩家在萨利亚房间与右侧的神秘魔方对话 就可以接受特殊任务活动 开启国庆节副本活动区域进化号了 不过在进入活动区域之前 玩家还可以欣赏到一段专属的活动过场动画 当然目前体验服务还没有更新过场动画 目前看到的是劳动节副本的过场动画 新的过场动画预计将会随着下次的更新上架 当玩家们看完过场动画之后就可以正式进入进化号了 进去后就可以看到一个背对着我们的船长和一个可爱的妹子 该妹子也是本次活动的副本指引NPC小美 嗯 我永远喜欢小美 通关对应的活动地下城可获得本次活动所需的材料 大海的凭证 可以在小美那里通过大海的凭证兑换耀眼的深渊宝珠 周商店材料礼盒 也就是国庆节的花篮 小飞的感情回路 用于升级宠物活动的道具 国庆节地下城纪念卡 这个真的是纪念卡 三张卡 三选一 什么属性都没有 魔戒裂缝通行证 爱肯通行证 点击NPC小美可进入活动地下城 进入后可以看到一个蓝色的面板 中间有着百分比的数字 每次通关活动地下城 就可以增加3%的地图进度 同时左侧可以看到 每当达到一定的地图进度时 可获得不同的奖励 奖励有一届装备 以及传说装备礼盒 还有宠物崩坏的小飞 这个宠物外观也就是妹子身旁 那个小机器人 还挺萌 底部面板有着不同的任务说明 再次点击右下角的起航后 可进入活动副本 每天可进入五次 目前活动有六种不同的完成方式 副本一 集中火力 进入地图后可直接往boss图走 在进入boss图之后 就会开始小游戏 抢滩登陆 使用上下左右控制准星 X进行射击 不过这里的抢滩登陆 还是无限子弹的版本 可以一直射 射爆可还行 控制炮台去机会画面中出现的敌人 就可以通关了 通关后可获得一个大海的凭震 副本二 机器人突袭 进入地图后可直接往boss图走 在进入boss图后摧毁机器人即可过关 这机器人伤害还挺高 但是本身挺脆 比较简单 通关后可获得一个大海的凭震 副本三 寻找柠檬汁 进入地图后去各个地图寻找柠檬汁 在找到之后摧毁装有柠檬汁的箱子即可过关 通关后可获得一个大海的凭震 副本四 抓老鼠 进入地图后 清理地图中有红色三角感叹号的地图的老鼠 并且进入boss房即可通关 通关后可获得一个大海的凭震 副本五 保护机舱 进入地图后可直接往boss图走 在击杀画风清奇的领主 迷离机器海妖后可通关 通关后可获得一个大海的凭震 副本六 寻找士兵 进入地图后去各个地图寻找士兵 也就是寻找带有睡着符号的箱子 并击破就可通关 通关后可获得一个大海的凭震 同时活动期间可以领取到一个任务 该任务只需要击杀三次保护机舱副本中的那个boss 那个画风清奇的迷离海妖后 就可以获得一个使用时间长达一年的伤害皮肤数字 皮肤看起来还是挺有科技感的 我反正挺喜欢 就看符不符合各位玩家的胃口了 活动二 进击小小进化号 什么 在养完儿子以后 现在就要开始操船了 那个和养儿子一样 养过儿子的玩家基本上都知道怎么玩了 刷推荐地下城 可获得活动材料 神秘的碎片 通过神秘的碎片来升级进化号的部件来提升战斗力 通过提升战斗力 可以获得不同阶段的奖励礼盒 这里主要说一下五阶段的奖励礼盒的内容 玩家可以获得一个神秘的宝珠可以自主选择十五二十二十五三十技能加一的腰带宝珠 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一个玩家必得的一个buff装的极品附魔 所以各位玩家你们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同时通过让进化号出征不同的区域可以获得神秘船长的硬币 硬币可以通过在塞利亚旅馆处的活动NPC进化号工程师处兑换奖励 奖励主要有两个华丽的徽章自选礼盒 以及国庆节的地下城入场卷追加卷一个 活动三 冒险家征集令 一如既往的活动 玩家通过回归玩家的推荐开启活动兑换内容 以及推荐硬币 通过推荐硬币可以在塞利亚旅馆处兑换传说装备礼盒 生物套礼盒 深渊票 闪耀的徽章礼盒 升级卷等道具 这里需要提一下的是 通过特殊上电的特殊硬币可以兑换到一本黄金增幅书 和一个自选职业随机技能的白金徽章礼盒 这两个奖励基本上是玩家必拿的 活动四 全职业升级大挑战 为了配合守护者新职业帕拉丁以及龙骑士的开启 开启了全职业预约活动 活动内容依旧与之前相同 在创建角色时可选择预约职业 在达到预约等级时可获得不同输染的预约硬币 预约硬币可以兑换传说防距离盒和试魂武器 还有守护者的职业装扮 值得一提的是 本次活动奖励分为守护者专属以及全职业通用 不过值得点赞的是 本次活动商店还增加了退还功能 当玩家兑换到了守护者专属奖励发现无法兑换后 还可以点击退还 这一点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其他改动 强化改动 随着本次的更新 武器强化也将改版 改版后加12以类的武器失败不会破碎 从而变成加11失败时武器掉为加7 加12失败时武器掉为加8 同时强化增加的无视物理防御攻击力 以及魔法攻击力变更成直接增加物理攻击力以及魔法攻击力 其他改动2冒险团改动 冒险团最高等级变更为30级 同时冒险团的等级计算方式发生变化 冒险团附加属性调整 这里主要提一下15级的冒险团属性 也就是当玩家冒险团达到15级后 就可以额外增加一个账号的安图恩通关次数 也就是说玩家会从之前的每周打10个号变成打11个号 15级的冒险团的要求大概我算了一下 只要玩家拥有10名90级的角色 外加2名86级的角色 基本上就可以达到15级的冒险团了 同时满级30级的冒险团 可以拥有额外两次的安图恩攻击机会 也就是说每周可以打12个号的安图恩 不过30级满级冒险团实在是太干了 对于目前来说还是不现实 这边就等一个国服爆肝达人来成为 国服第一个30级满级冒险团吧 玩家还可以看到冒险团的各职业的熟练度 反正我是干不起来的 与此同时删除了佣兵技能 但保留了佣兵的出战功能 以及开启了冒险团商店 可以通过PT点来兑换一些道具 本次的其他改动还有元素式的重做 召唤式的重做 防具精通的改动 以及安图恩道具商店新增白玉宝珠 额外增加55点力量与智力的属性 因为栏目的时间限制 所以这里不能为大家介绍全部的改动内容 更多详细内容可点击视频下方的地址 直接进入查看其他改动 好了 本期的921西海岸快讯 也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 虽然国庆节的礼包还没有更新 但是也更新了一些有趣的活动 也不知道合不合大家的胃口 对了 这里再次提示一下 幼翘73DNF专区将在9月11号上午10点 爆料今年国庆套的外观 到时候记得来看 如果你觉得本次西海岸快讯 能够帮助到你了解到西海岸最新的更新内容 不妨投两个硬币点一波关注 支持一下制作视频的我 毕竟 毕竟 是